多家主流媒体对外声称华晨宇在自家楼下牵手一位神秘女孩,两个人食指相扣一丝恋情曝光。 不得不说华晨宇真的是悄悄努力,再一次惊艳到了我,不少歌迷也是炸开了锅,对其灵魂拷问。 去年因为未婚生子,和张碧晨的风波刚过,仅仅一年多的时间,这位未婚爸爸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。 相比较某人的地运气仰,他算是一个有担当的人,但是如今看来,华晨宇真可谓细思极恐。 未婚生下女的张碧晨。 在张碧晨没有带着孩子,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,华晨宇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? 综艺节目中,他一次次树立纯情小男孩的人设。 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,如果和异性睡觉,整个人都彻夜难眠。 不得不说,听到这样的话,多数粉丝第一反应是一张白纸,华晨宇对待感情非常的单纯,如果可以成为他的女友,一定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 然而如今看来,彻夜难眠并不是没有原因,张碧晨早已留下了后遗症。 他瞒着所有人,生下了两个人爱情的结晶,默默无闻地承受着压力。 这一切,华晨宇浑然不知,这是让我意外的事情。 要知道,一个女人生下孩子后,第一时间都会分享这个喜悦的消息,为何张碧晨沉默了? 是什么样的力量,支撑他吃黄莲。 在某位女星,曝出地域运气养后,不仅是娱乐圈,整个社会都炸了锅。 我们无法想象明星这个高傲的群体,精神层面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,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也是在这个时候,华晨宇一名惊人,承认了孩子的存在,一篇小作文说孩子治愈了他。 字里行间,都是一个父亲的喜悦。 真的是太讽刺了,华晨宇有这么大的胸襟吗? 同样的事情,放在我们的身上,第一反应是什么? 理性地去分享喜悦基本上不存在,要知道孩子的到来,势必会影响华晨宇的事业。 不管他与张碧晨之间,存在着什么样的交织。 对于两个没有婚姻的人来讲,未婚生子意味着什么,过来人都非常明白。 但是华晨宇很清醒,沉浸在了做父亲的快乐中,与此同时张碧晨也在维护。 起初,我我认为这个女人很爱对方。 但是如今看来,两个人似乎是达成了某种交易,如果撕破脸,那么双双断送事业。 既然最坏的结果是一损据损不如相安无事,既保全了体面还成全了彼此的事业。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,至少粉丝们坦然接受了,甚至不会觉得华晨宇存在什么意的问题,两个人平稳着地。 既然是福 sant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your family, basically,你会对方的不服务灭救生的人。 既然是福 sant。 既然是福 sant,那么多的有点、大人会想说。